妈妈 我要上厕所 那快点去吧 弟弟一个人去上厕所安全吗 初初已经六岁了 可以自己上厕所的 而且妈妈还招了他三种防拐骗的方法哦 既能保证孩子的安全也能不尴尬 家长们赶紧赶紧保存下来 1 队暗号 和孩子设计一个暗号 妈妈在门头喊 孩子在里面回应 土豆土豆 我是地瓜 让孩子和自己时刻保持沟通 2 让孩子认准妈妈所在的位置 并且告诉孩子 妈妈就在这个门口等你 你上完厕所后出来 不要惹其他出口哦 好的 3 父母在厕所门口等待时 一定要注意观察出入的其他人 特别是推着大件行李的 不要低头玩手机 时刻保持警惕 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异性父母带孩子出门 要上厕所时 确实存在很多麻烦 家长们可以尽可能选择 第三卫生间 或者让工作人员帮忙 孩子渐渐长大 已经有了系列预示 要让孩子建立 男孩就要上男厕所 女孩就要上女厕所 的道理 家长可不能在孩子面前 毫不避讳 但如果情况特殊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理解到 你们认为呢 下次我和爸爸出门 也这样做 你认为我 你赞了吗 我不是说你 你赞了吗 你赞了吗 我那是想着